OK,那使用這台攝影機一陣子之後,我們來分享一下這台攝影機的一些使用心得,還有一些你需要注意的小地方 那使用這台攝影機一陣子之後,我可以來跟大家分享一下這台攝影機的一些優缺點 那使用這台攝影機一陣子之後,我們可以來分享一下這台攝影機的 OK,那使用這台攝影機一陣子之後,我們可以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我使用這台攝影機一陣子之後,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這台攝影機的一些優缺點 還有一些小小可能要注意的地方 那第一個我發現的就是它的格率 那第一個我發現就是它錄製的格率,它都是掉格的格率 那除了有一個選項在H.264的選項,壓縮方式的選項中 那第一個我發現的就是它的格率,它都是掉格的格率 它沒有辦法調成可能是60p或是30p這種完整的格率 它全部都是drop frame 那它除了一個24p的設定 是在拍攝H.264這種編碼格式的時候才可以使用 所以其他的不同的格式 那每一個格率還有拍攝的 有些可以拍60,然後就直接跳24 那有些可以拍120,然後結果我們都可以拍 那第一個我發現就是它的格率選項還蠻神奇的 就是你不同的格式,不同的... 那第一個我發現就是它拍攝的格率還蠻特別的 那第一個我發現就是它拍攝的格率有... 那第一個我發現就是它拍攝的格率大部分都是drop frame 那第一個我發現它拍攝... 那第一個我發現就是它拍攝的格率都是drop frame 就是掉格的格率啊 就是它沒有完整的60p啊,30p 那24p的話就是在某一個... 那第一個我發現就是它... 那第一個我發現就是它... 那第一個我發現就是它的格率還蠻神奇的 就是大部分的選項都是掉格的格率 就是... 那第一個我發現就是它所有... 那第一個我發現就是它大部分的選... 那第二個我發現它的格率部分還蠻神奇的... 大部分全部都是掉格格率 所以它沒有60p啊,或者是30p... 那就是那種掉格格率... 那有24p... 那第一個我發現就是它的格率還蠻神奇的... 就是大部分都是掉格的格率啦... 它沒有60p,沒有30p... 但是有24p... 那24p的拍攝呢... 它是在一個H.264編碼格式下面... 才有一個24p... 那其它的編碼格式啊,還有不同的選項... 就沒有24p的選項... 那每一個拍攝的格式啊... 都有不同的選項可以讓你選... 像有的可以讓你選到100p... 像有的選項可以拍... 像有的格式可以拍攝到120格慢動作... 但有的選項可能連30p都不消失... 只有能拍攝60跟24... 像有的格式可以拍攝120格的慢動作... 那有的又只能拍攝60... 像有的選項可以拍攝到120格的慢動作... 但有的選項可能只有拍攝到24格跟60格... 啊30格就不見了... 所以我整個也不知道它為什麼是這樣設計... 反正就選項有不同的格式... 那選項有... 那有的格式就可以拍攝到120格... 那有的選項可能連30格都消失了... 就不知道它們是怎麼設計... 就你要去挑選一下你的入圍制的格式... 那有的格式可以拍攝到120格... 那有的格式連什麼30格... 基本的格式都沒有... 所以我就不知道... 那有的格式可以拍攝到120格... 那有的格式可以拍攝到120格慢動作... 但是有的格式可能連30格都... 這個選項都不消失了... 所以我也不知道它們是怎麼設計這些格式的... 反正... 那這台... 那這台... 那這台攝影機的... ISO設定還蠻特別的... 那這台攝影機的ISO設定還蠻特別的... 那這台攝影機的... 那這台攝影機的ISO設定還蠻特別的... 那這台攝影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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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台攝影機的ISO設定還蠻特別的... 那這台攝影機的... 但如果你是在拍照或是S-Theme Tone的話 它的原生ISO是125跟400 就兩個不同的原生ISO整理 在Sony的FX系列 它的ISO設定有多一個SYN-EI的部分 這個就是有點像是永遠拍在原生的 Sony的攝影機的FX系列 它有多一個叫SYN-EI的ISO設定 它其實就是一直永遠都是在拍你的原生ISO 如果S-Theme Tone 那Sony的FX系列這種攝影機的系列 那Sony的這種攝影機系列 它有多一個SYN-EI的部分 那這個其實就是永遠它都拍攝Sony S-Log3 就是800跟2500的ISO 那它其他的設定就是讓你參考說 大概你看到的東西是長怎樣 但是其實它永遠都是在拍800跟2500這兩個東西在跳 所以就是基本是原生ISO 那這樣是動態範圍最廣的 那你其他的就是有點像曝光輔助的功能 那這個就是一個曝光輔助的功能 那在Sony的攝影機 那Sony的FX系列 它有多一個SYN-EI的ISO調整模式 那它其實永遠都是在拍原生ISO 800跟2500這兩個選項在選擇 那你還可以再調整亮暗 那帶它來 那Sony的攝影機FX系列 它有多一個SYN-EI的ISO調整曝光模式 那其實它永遠都是在拍原生ISO 那Sony這個攝影機系列FX 那這個SonyFX系列它其實有一個 那這個Sony攝影機FX系列 它其實有一個叫做SYN-EI的一個模式 就是ISO調整模式 反正它永遠就是拍原生ISO 那Sony有 那Sony攝影 SonyFX攝影機的一個神奇呢 那Sony攝影機 那SonyFX系列有一個多出一個叫做SYN-EI的ISO調整模式 那它其實永遠都在拍原生ISO 就是800跟2500這兩個選項在選擇 那其他的亮度調整呢 其實就有點像在曝光輔助的概念 就稍微讓你看看亮一點的樣子是長怎樣 暗一點的樣子長怎麼樣 但其實你永遠都是在拍原生ISO啦 那Sony攝影機FX系列有多一個叫做SYN-EI的一個曝光 那SonyFX30有多一個新的 那SonyFX... 那Sony攝影機FX系列有多一個叫做SYN-EI的東西 那它其實就是永遠拍攝原生的ISO 讓你的動態範圍是最廣 就是兩個爭議啦 那800跟2500這兩個之間在跳 那其他的你還可以調整 像是它的亮度 那SonyFX系列 那Sony攝影機FX系列其實有多一個叫做SYN-EI 那Sony攝影機FX系列有多一個設定 叫做SYN-EI 那這個選項其實就是在永遠拍攝 雙原生ISO 就是800跟2500這兩個選項之間在跳啦 那其實其他的就有點像在曝光輔助嘛 但你永遠其實都是在拍攝800跟2500這兩個選項而已 那SonyFX系列 那Sony攝影機FX系列有多一個叫做SYN-EI的一個模式 那它其實就是永遠在拍攝你的雙原生ISO 你才會保留你的動態範圍啦 反正800跟2500這兩個選項 那SonyFX系列的攝影機有多一個叫做SYN-EI的這個 這個ISO調整模式 那它其實就是永遠在拍攝雙原生ISO 800跟2500之間這樣子跳來跳去 那你其他的調整 其實就是有點像曝光模擬的概念 讓你大概看一下亮一點暗一點 是怎麼樣去拍攝 你才會保留你的動態範圍啦 反正800跟2500就是基本的動態範圍 那動態範圍是最寬廣的狀態 欸其實也不是喔 WTF 那Sony攝影機FX系列有多一個叫做SYN-EI的模式 那其實它就是拍攝它用... 那SonyFX系列的攝影機其實有多一個叫SYN-EI的調整ISO的一個模式 那其實它永遠就是在拍攝雙原生ISO 那SonyFX系列的攝影機其實它有多一個... 那SonyFX系列的攝影機有多一個叫做SYN-EI的ISO曝光調整模式 那它其實永遠就是在拍攝雙原生ISO的基本的ISO 那就是800跟2500這兩個選項在跳 那永遠不會跳到其他的選項 那這兩個就是基本的ISO 那它的動態範圍就是設在正中間的概念 就是下面幾檔上面幾檔是設在正中間 那你如果想要拍... 那SonyFX系列的攝影機其實有多一個叫SYN-EI的... 那SonyFX系列有多一個叫SYN-EI曝光ISO的模式 那其實永遠它就是在拍攝兩個雙原生ISO 那800跟2500之間這樣子跳 那其他的設定其實就有點像曝光模擬 讓你大概看一下 喔!亮一點的大概是長怎樣 或暗一點的大概長怎樣 但是你永遠其實... 那SonyFX系列的攝影機其實有多一個叫SYN-EI的ISO 調整模式 那其實它永遠就是在拍攝這台攝影機的雙原生ISO 800跟2500之間這樣子跳啦 那其他的那種亮暗調整 其實它只是讓你模擬大概看一下 喔!我大概拍了怎麼樣的東西 那其實我們永遠就是在拍攝800跟2500之間 簡單來說是這樣啦 要不然我來拍攝800分別的東西 所以我們已經分明了 一次找到們自己的頭對 以延长為了 為了我們要拍攝800分別的東西 open來拍攝800分別的東西 那眼來拍攝800分別的東西 我應該可以拍攝800分別的東西 我還可以拍攝800分別的東西 我那怎麼辦? 這台FX30的防鎖陣其實還蠻棒的我覺得 這台Sony FX30沒有內建防鎖陣搭配如果鏡頭也有防鎖陣的話 它的防鎖效果真的是超棒看起來是超穩 那些小碎陣都整個消失非常棒 所以手持拍攝我這樣子走前走後我這樣子拍 整個都沒有什麼大問題就是一個漂亮的滑順的手持效果 那像是這個FX30有多一個 這個FX30有多一個Zoom In跟Zoom Out的功能就是數位變焦 這在電影攝影機比較少看到啦 但是如果你在拍攝像記者會或是活動啊 你忽然就是需要我要拍超遠 那你可能就可以稍微用一下 而且這個Zoom In跟Zoom Out的這個波感 那這台FX30上面有一個Zoom In跟Zoom Out的波感 那其實在電影攝影機其實還蠻少見的 就是這樣數位變焦的概念啦 那它的數位變焦 那這個FX30上面有一個數位變焦的波感 那其實你... 那這個Sony FX30上面有一個數位變焦的波感 那其實在電影攝影機還蠻少看到一個數位變焦的 一個波感可以讓你去波的啦 但是如果你是拍攝... 像這... 那這台Sony FX30上面有一個數位變焦的Zoom In跟Zoom Out的波感 那其實你在拍攝像是活動啊或是記者會 就是忽然一個我需要拍更遠的東西 那這裡就有一個數位變焦的功能 還不錯 那這個數位變焦也不是正常的數位變焦 它有兩段 就是你Zoom In有慢速跟快速 其實有兩段可以讓你... 可以去調整 那你相機裡面也都可以去調整說 你慢要多慢快要多快 反正就是非常多客製化學項 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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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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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所以整个如果我开很多东西的话 我的荧幕上面全部都乱七八糟 我什么都看不到 整个把我的画面整个都遮住了 到底是在拍什么东西 那在Sony的回放页面 那Sony的重播回放页面也是一样烂 就是不知道它到底是 为什么是这样设计的 反正上面的资讯非常非常的少 连这个影片的描述都看不到 到底是怎样 那Sony的回放播放页面 我觉得还是蛮糟糕的 就是它整个播放 那Sony的回放播放页面 Sony的回放播放页面 我觉得还是蛮烂的 就是它第一个 什么资讯都没有 就是你顶多看到你的隔率 你连这个影片片段的描述 我什么都看不到 然后什么脂肪图那些功能 全部都没有辅助的功能 那除了这个 那Sony的回放播放页面 那Sony的回放播放页面 还是一样烂 我不知道为什么 它们没有重新设计这个部分 反正第一个 资讯非常非常的少 就是整体这样子一看 我看不到 连影片的描述我都看不到 那像是一些脂肪图啊 或者是一些辅助的工具 全部都没有办法使用 那开始播放 我觉得也还蛮麻烦的 就是它没有办法一个快速 去拉我们时间走 还是怎么样去调整我们的 快速播放的部分 像是我一个影片片段 前面有一个30秒 在拍电影 前面有一个30秒的空白 那我没有办法去 马上就跳过那30秒空白 我要这样子按下去 然后快转 慢慢快转那个30秒 然后这样子跑来跑去 真的是有点麻烦啊 那Sony的回放重播的画面 那Sony回放重播的页面 真的是还蛮烂的 就是它就是都没有改进 那Sony的重 那Sony的这个回放重播的页面 Sony这个重播回放的页面 它其实都没有改善 那Sony这个重播回放的页面 其实它都没有改善 它一样资讯非常少 我连这个外面 我看这个影片的秒数都看不到 那我一些辅助工具啊 脂肪图啊 那些微色彩 什么都没有 然后我开始播放之后 我也没有办法快速去拉 我们的时间轴 去拉到我们要的秒数 假设你在拍电影 前面有一个很长的 大家在空RAW的东西 然后我要在30秒之后 开始播放的话 我要先按播放 然后快转 用两倍速这样子快转 到我要的地方 然后再继续播放 这真的有点智障的设计 我真的不知道 反正就是设计不太好 我觉得不太喜欢 好 好 上次 那這個Sony螢幕翻轉 那這個螢幕翻轉的部分呢 那這個螢幕翻轉的部分呢 我覺得這個螢幕翻轉的部分呢 我覺得這拍攝的時候 其實這樣子是在側邊 那這台FX 那這台螢幕翻轉呢 它是在側邊這樣側開的 那我 那Sony 那這台FX30的它的螢幕側翻式 那這台SonyFX30它的螢幕是這樣側翻式的 我自己是比較不喜歡 因為我這樣拍攝的時候 我覺得這樣子水平會比較難去控制 就通常我就會歪一邊 可能是我手的問題還是怎麼樣 但是我比較喜歡像是舊的Sony設計 像這個A7S的部分 像是這個舊的A7S的部分 它就是這樣子可以直接上翻 那這樣子在拍攝自己拍攝的時候是非常好用的 那你如果真的是拿著FX30 想要一直自拍 或者是一直不知道在幹什麼 單純就是 單純就是 所以如果你只是 所以如果你想要拿著FX30 自拍啊 自拍很多的話 你想要看到自己的畫面 這樣子看的話 那 除非你想要拿著FX30 不然這個螢幕側翻設計 不然這個螢幕側翻設計 好像就沒有什麼大用途 除非你就是要拿著這個FX30 來這樣子自拍啊 拍很多自己的部分 那這個就比較好 但是你如果真的是 單純要自己拍攝的話 這樣側翻 真的是我覺得 水平是比較難抓的 這需要注意一下 那Sony這個螢幕 那Sony FX30 它的螢幕是這樣側翻的設計 那除非你真的是 就是天天都在自拍啊 你還想要拿著FX30 自拍 開心拍自己的話 那這個還蠻好用的 但是你如果單純是 就是你要拍攝的話 那我自己是偏好這種 舊的Sony設計 像是這一台是Sony的A7S 像是這一台舊的Sony A7S 那它的螢幕是這樣子上翻 那這樣子拍攝 我覺得會比較好拿 也比較好看 也比較穩 那 那像FX30這樣側翻設計 如果你真的是 就是要拍攝的話 我覺得這樣子水平 是比較難抓的 我通常這樣子拍的話 我可能水平就會歪一邊 因為我頭是看向左邊的 整個水平會比較困難去控制 那像FX30這樣側翻的話 就是你要頭看向左邊 攝影機的左邊 所以你整個手的重心 跟你頭是側邊這樣子看的 所以你的水平可能會稍微比較難抓 那我就是 像這樣子側翻的 因為我覺得水平 我通常就是會有點歪歪啊 就是沒有 那像FX30這樣側翻的設計 就是你水平會比較難抓 因為你重心在中間 但是你頭側向左邊 整個螢幕是這樣歪的 斜的 所以你水平 通常就是會 微微的歪掉啊 就是 可能是我的問題嗎 還是不知道怎麼樣 反正我覺得 水平會比較難抓 那就是看個人喜好 如果你就是真的喜歡自拍的話 那 嗯 好 很棒 好 好 有一個我覺得還蠻厲害的就是它的開機速度時間 有一個我覺得真的非常厲害就是它的開機速度時間 真的是馬上開機馬上錄真的是超級快一秒鐘都不到 就是你可以直接馬上開機然後就馬上按錄 你就可以直接開始拍攝了真的是超快 那有一個我覺得真的是非常厲害就是它的開機速度真的是快到飛起來 就是打開馬上就可以開始錄耶 這不用等耶真的是對一個電影攝影機而言真的是哇塞超級猛耶 就完全不用等待超棒 那我覺得那上面這裡有 那我在使用其他的電影 那我在使用其他的攝影機的時候 我覺得常常會有誤觸的情況就是我可能拍一拍 然後不小心磨到衣服結果我的快門就變快了 或是光圈就被調整了之類的問題 但是這一台上面有一個鎖定的功能 就是你可以直接把上面所有的按鈕啊旋鈕全部都鎖定 所以我這樣子隨便亂按都不會去改變我們的相機設定 這樣子 那我拍攝 那我使用其他的攝影機的部分 那我使用其他攝影機的部分 那我使用其他攝影機的部分 你在拍攝的時候可能會這樣子跟衣服摩擦 或是手這樣滑過去 或是你給你的助理去接相機的話 那你相機可能有些設定就會不小心就摸到 然後就去被調整到 那這一台攝影機上面有一個鎖定功能 那所以你按下去之後 我們所有的轉盤啊 然後所有的設定都不會亂跑 隨便亂改到 真的是還蠻棒的一個小小細節 那我用其他攝影機的部分 那我再用其他 那我們在拍攝 那我們在拍攝的時候 那其他的攝影機部分比較 那在攝影拍攝的時候 那在攝影拍攝的時候 那攝影拍攝的時候 那攝影拍攝的時候 你可能就是拍攝 然後可能磨到衣服啊 那在攝影拍攝的時候 你可能就是拍攝 然後不小心磨到衣服啊 或者是你給你的助手啊 去接相機或者是幹嘛的 你不小心滑到你的滾輪 那你的什麼光圈啊 快門啊 什麼東西設定 整個就跑掉 那我覺得那還蠻困擾的 但是這一台攝影機上面有一個 鎖定中置 你就常按FM 你就可以把整個相機的滾輪轉盤都鎖定 所以你這樣子 交給別人啊 或是你拍攝很激烈 你幹嘛單手這樣子 亂抓都不會去調整到你那些的 重要的設定 真的是超棒 那這台攝影機 這台攝影機其實外面有很多靈 那這台攝影機有超多洞洞 可以讓你裝很多配件 你看左邊有一個上面一二三 右邊還有一個 但是我覺得有一個缺點就是它的下方 接腳架啊 或是快拆板的這個孔 結果只有一個 就有點可惜 如果這裡有兩個 然後可以防扭轉的那種 快拆板 真的是超棒 這整個就是完美 完全不用吐龍的一個東西 但是目前這樣子的話 可能還是要加吐龍 你才可以就是可能一個半龍之類的 你才可以讓你的下面的快拆板 比較穩定 不會這樣子扭轉 如果你要上影響穩定器啊之類的 防扭轉我覺得還蠻重要的 但這台下面只有一個還蠻可惜的 那側邊 那側邊有一個超棒的 那側邊有一個超大 那側邊的HDMI真的是超棒 就是一個標準尺寸的HDMI 而且是獨立的開蓋 那側邊這個HDMI真的是超棒 就是它是獨立開蓋 所以你不用說不用神鈴 結果我還要把所有蓋子打開 不用 那再來 那旁邊的設計 那旁邊這裡有一個小窗門 真的是超棒的 就是這裡是一個全尺寸的HDMI 而且是獨立的窗門 真的是超棒 你不用說我只需要HDMI 結果我要把整個蓋子全部打開 然後所有接孔就全部裸露在外面 不用 獨立的HDMI接孔 超棒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